之前有幾條影片都提及過 我塗了一部美絲的X7版 為什麼這麼久還未出現呢 就是它就說 之前它機殼還是做焗油那間店搬廠 搞到它的單位就停在這裡 所以我塗了一個半月都未到 平時應該是幾天就有貨了 所以搞了這麼久 到了幾天開箱 我等了很久 我塗了幾套膽來等它 咦是不是應該用割刀呢 為什麼我會用割刀呢 那都是最穩妥的兩層箱 這些是最穩妥的 就是一個箱 然後塗這些再加一個箱 OK 說明書 遙控 遙控這些通常是貴價少少的機殼才有的 但是它又真的不算是很貴 不過它也有遙控我也是挺開心的 但是呢 為什麼我要選擇這部X7呢 就是不只有遙控那麼簡單 它是有很多東西 我能不能拿到它出來呢 拿走我的馬 先試一下 喂 我怎樣在膠袋裡面 我怎樣可以在膠袋裡面拿到機殼出來 反過來 其實它找什麼人手可以用膽機套進膠袋裡呢 我覺得奇怪 這部就是美斯的X7 整流膽 中間一支X7 一對U7 還有四支的KD88 我之前就看到我塗了KD88 6550 還有EL156 就是給它用的了 那為什麼美斯有這麼多部 我要選一部X7呢 第一就是因為銷量最高 論最多人留言 不是最好的問題 因為你好不好那些 就是你不知道有沒有收錢 我明顯沒有收錢 這些淘寶的東西 就是自己淘回來的 那為什麼會選擇X7呢 就是除了它在美斯裡面 銷量最高 它不是最便宜的那部 但是它竟然是銷量最高 另外就是它最多功能 是可以插耳機 到不止 它呢 它還可以做順厚 也可以做封腦 看到了嗎 有個摺底 它可以就這樣唱盤進去 它的耳機是唱放 又是唱放 又是順厚 又是順厚 又可以耳機出 哪有這麼多功能 見它這麼多功能 就回來試試 如果它一部機很腥的 就不得了 但是究竟它好不好腥呢 我都要熬一下 通常這些時間 我都會叫大家 下集繼續 敬請期待 如果我不記得 就記得提我出片 我不拍攝相機 我都會告訴大家 我現在是需要 喝一口水和抹汗